卢慧在医学临床上已经被证实对人体健康有实施的帮助 但是在被制成一般产品的时候 如果没有经过妥善的去皮处理 说不定还会适得其反 我们带您一起来关心 生物科学家对卢慧的奥秘充满好奇 而许多人正经历她的好处 赖利莲因为生活紧张罹患了胃溃疡 这个不容易好的文明病 却在对卢慧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下 得到了意外的结果 我姐姐自己本身在 她就跟我推荐说喝卢慧汁 其实我想说好啊那就喝喝看啊 可是喝了之后我的反应很强烈 这个味的地方好像很灼热 好像在烧 好像火在烧那种感觉 应该是修护我那个伤口 卢慧对卢慧阳有没有效果 中原大学生化科技系主任蔡静明 试图在白老鼠身上找到答案 果然发现卢慧有复原 卢慧阳伤口的效果 但只有其中的一部分 如果是以当中的那个胶齿的部分 说里边的汁效果是最好的 卢慧啊 这个这个为什么要经过处理 如果说你不处理 那么有一个止蟹的东西 那么但是也有一个蟹肚子的东西 像Aloin 卢慧素 那是最恐怖的 那个卢慧素呢 卫生署规定不能超过一个TBM 而这类有害物质甚至会造成产妇流产相当严重 所以卢慧处理上是否去皮成为重要的关键 因此正确使用卢慧带来的好处才是聪明的消费者 美国人他们也是蛮厉害的 他们就发明一个专利就是让它稳定 里面加了一些抗亚化剂等等 让它稳定 然后能够让它三到五年都能够维持在 跟刚才说的那个新鲜度是一样 市面上卢慧的产品零零种种 但是要如何选择与生鲜卢慧 有一样效果的产品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一届的人士就指出了 消费者应该选择具有认证 稳定处理的产品并提高认清产品当中 卢慧的成分必须超过30%以上的 才是具有功效的保健食品